得知我给猫治病花了两万八后 男朋友疯了 为了给畜生治病花两万八 你是人傻钱多 还是脑子进水了 你知不知道为了娶你 每个月背这七八千的房贷 你有这钱不能给我分担下吗 凭什么花钱不跟我商量 我不理解 什么叫为了娶我 房子在你名下 你自己住着 和我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再说了 我自己赚钱自己花 为什么要和你商量 男朋友恼羞成怒 直言要让我后悔 后来 他自作主张把我的猫偷走送人 我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喂 我要报警 有人入室盗窃 我丢了价值二十万的东西 一 我的猫钢筋不幸得了尿壁 养过猫的都知道 这病致死率高 而且烧钱 不过还好我发现及时 这些天经过医生治疗 钢筋好歹保住了一条小命 只是这动物生病 比人生病还要费钱 治疗费用一共花了两万八 我妈知道后 直接多打了三万 说剩下的给钢筋买点好吃的 补补身体 我激动的飞起 喜滋滋的对我妈说 就知道妈妈最好了 我先替钢筋 谢谢姥姥 挂完电话后 我又选了几张 钢筋可爱卖萌的表情包 附上我妈的转账截图 发了个朋友圈 恭喜我们家钢筋 成功打败小怪兽 再次感谢姥姥姥爷的爱 没一会儿 评论区就有许多朋友留言 大部分是关心 钢筋状况怎么样了 我男朋友程寒 也发了条评论 这几天 我一边上班 一边在医院照看钢筋 程寒也只知道 我的猫生病了 并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 我以为他发评论 也是出于关心 正打算回他信息 下一秒 他的电话直接打了进来 程寒 顾曼 你朋友圈发的是什么 别告诉我 你真的为一只猫 花了两万八 我满脸问号 对呀 医生说 花钱能治好 已经算很幸运了 钢筋刚送到医院时 已经奄奄一息 医生跟我说 钢筋这次病情很重 费用昂贵先不说了 就算全力治疗 也很有可能挺不过来 我还跟程寒打电话 哭了好久 说不管花多少钱 都要治好他 那时候程寒是怎么安慰我的 他说不管花多少钱 只要能救回钢筋 我以为他明白 钢筋在我心中的分量 程寒在电话那头 深吸一口气 言语间全是不可置信 他愤怒地咆哮 你脑子有问题吧 我以为你也就是 养个宠物玩玩 平时给他吃好的 喝好的 我都没管你 没想到你竟然花三万块钱 给个畜生治病 三万块钱都能干多少事了 你知道吗 程寒痛心疾首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花的是他的钱 于是我的语气也冷了下来 一字一句道 你知不知道为了娶你 我现在每个月 都背着七八千的房贷 平时出去吃个饭都舍不得 你说一只猫是你的家人 那我呢 我算什么 你有这个钱 为什么不能替我分担一下 我完全不能理解 什么叫为了娶我 你那个房子在你名下 自己再住 并且当初我早就说了 你一个人住三居室完全够用 是你自己要背这么大的压力 关我什么事 我们俩要结婚以后 还会有孩子 当然要买大点啊 那还不都是为了你 再说了 我们俩一起还房贷 根本就没有压力 是你不愿意 现在你分这么轻 有意思吗 程寒越说越激动 前阵子 我妈来咱们这旅游 你也才给他买了五千块钱的见面礼 现在你转头就给猫花两万八 我妈一辈子省吃俭用 辛辛苦苦供我上大学 你花钱却这么大手大脚 让他知道了怎么想 我劝你赶紧把朋友圈删了 我正想反驳 却被程寒直接打断 我今天不是和你吵架 是在给你讲道理 你好好想想 自己到底错在哪 想清楚了再来找我 程寒挂了电话 我再拨过去 便是您拨打的号码 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二 晚上 我在床上抱着钢筋 翻来覆去睡不着 脑海里一直在想 难道今天这件事 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平心而论 程寒平时对我一直很好 不然我也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快三年 如他所说 买大房子也是为了一步到位 让我生活得更好 程寒他妈上次过来我们这边 正好遇上程寒赶项目 他每天忙的脚打后脑勺 只好把照顾他妈这个重任 交给我 慢案 我这边实在请不了假 要不你请几天假 陪我妈逛逛吧 反正你那个班清闲 也没什么正事 你请假 领导不会说什么 后来我带着程寒他妈 把周边几个著名景点 完了个遍 虽然程寒他妈临走时 我只给他买了五千多的礼物 但他为什么不算算 我带他妈玩花了多少钱 再说了 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怎么花是我自己的事 凭什么他要替我做主 我也不是傻子 想来想去 怎么也说服不了自己 总心里不是滋味 于是我只能去骚扰闺蜜 简单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让他以旁观者的角度 来给我分析一下 听完后 闺蜜先是狠狠 把程寒骂了一顿 骂完程寒后 他又恨铁不成钢的 反过来骂我 你傻不傻呀 明显他是在算计你好吗 当初程寒买房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单纯 你想想 你们才刚刚谈恋爱 甚至连父母都没正式见面过 他就能说出 房子是给你买的 还提出 让你一起还房贷 房子写他一个人的名 妥妥婚前财产 这不是有病吗 我弱弱的插了一句 可是程寒说的 是不是也有点道理 他平时很节省的 就是为了多攒点钱 早点娶我 哎哟 我去 你这恋爱脑能不能醒醒 他既然要娶你 自然要付出努力 那是他的事 但他不能把这个责任 放在你头上 逼着你和他一起节省 好吗 还有他那个妈 我都不想说 冤有头债有主 谁妈不亦谁弥补 这还没结婚呢 就开始算进你袋子里的钱 这不是让你扶贫吗 闺蜜说的对 我和程寒在一起 好像一直在扶贫 我是家中独生女 爸妈各自经商 不说什么大富大贵 随手一个小目标 但也可以让我 永远不用为物质方面担忧 大学我读的本地一所985 毕业后 我直接进了本地一家国企 工作自由 工资尚可 养自己绰绰有余 反观程寒 父母没有稳定工作 一直靠打零工为生 他上大学的钱 都是和亲戚借的 毕业后攒了一年的钱 才还清四年的学费 毕业后 程寒虽然工资过万 但为了买这个房子 几乎掏空了全家所有的积蓄 每个月还要背七八千的房贷 对于他的工资来说 还完房贷之后 就所剩无几 连吃饭都是问题 所以平时 我们两人生活的大部分开销 都是我在承担 刚开始 他还会不好意思地说 怎么能让女生付钱 但现在 他好像理所当然地 把我花为了他的私有财产 就连我口袋里的钱 他也要算计 最后说到今天这件事 本质上他不是心疼 你花了这两万八 而是心疼这两万八 没花他自己身上 真服了 这种幼寇又能算计的男人 你到底是在哪找的 闺蜜一针见血 话语里是掩饰不住的嫌弃 我无力反驳 因为我潜意识里也知道 闺蜜说的都是实话 是我一直不愿意接受而已 见我情绪实在低落 他又放软了语调 无可奈何地说 到底要怎么处理 你自己看着办 不管你做什么选择 我都支持你 和闺蜜通完电话 我发现诚涵他妈 在我那条朋友圈下留了言 小顾 家里有钱 也不能这么躁啊 还有啊 你爸妈怎么能给一只猫 当姥姥姥爷呢 这样会挡了你的子女圆的 我内心涌起一阵烦躁 总觉得胸口嘟嘟的 以前提起和诚涵的未来 我都充满了期盼 但现在 我只剩下迷茫 我几乎一个晚上没睡 思来想去 念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 还是决定 再给诚涵最后一次机会 三 但我没想到 诚涵竟然会把我挂到网上 而且还添油加醋 颠倒黑白 说起来还得感谢大数据 帖子是闺蜜摸鱼的时候刷到的 他飞快把链接主甩了过来 你自己看看 诚涵那个渣男 在网上是怎么往你头上倒脏水的 记得看的时候找赌强扶着 我怕你这个恋爱脑意识经受不住打击 我打开链接 帖子名为 女朋友一个月工资八千 给猫花两万八 我到底该怎么劝她 诚涵在帖子中 隐去了我的真实条件 只说我每个月工资八千 宁愿自己不吃不喝 也要给猫花 发布时间是昨晚 现在热度很高 光评论就有两千多条 大部分是指责我的 他们都说我脑子有问题 简直就是给猫当了奴才 有人阴阳怪气我是大孝子 这是把畜生当成自己祖宗了 这女的对自己爸妈都没这么好过吧 真是大孝子 我真搞不懂 这些人把畜生当主子是什么心理 变态吧 有人直接用各种不堪入目的话骂我 骂我爸妈 诚涵甚至把每个指责我的评论都点了赞 还有人在评论区劝分 帖主分了吧 这种女人一看就不是安心过日子的 诚涵在这条劝分的帖子下面回复 虽然我女朋友不懂事 但是我还是想给她一次机会 我死死盯着屏幕 一条一条往下滑 我实在无法想象 诚涵身为我的男朋友 他是出于什么心理 才会把我挂到网上 让千百人来围观我 指责我 唾弃我 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可笑 竟然还在幻想要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4 下班后 我的车刚驶出地下车库 就被诚涵拦住了去路 我原本不想让他上车 可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我还不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只好打开了车门 诚涵熟忍地拉开副驾 直接坐了进来 递给我一份小蛋糕 是我最喜欢吃的那家店的甜品 他心情看起来比昨天好了不少 十分自然地搭上了我的手 被我轻轻躲开 怎么了 还生气呢 我不是反对你养猫 但咱们也得有个度 你看 你给他吃的是进口粮 喝的是矿泉水 连个猫玩具都要大几千 以后我们有孩子了 哪哪都是花钱的地方 你再这么花钱 大手大脚可不行 昨天我说话是急了点 但我也是为了我们的以后 我是太爱你 太想和你结婚过日子了 诚涵开始笑着憧憬我们的婚后生活 他总是这样 先给我一棍 再给磕枣 可和往常的期待不同 诚涵对我和他婚后的安排 我在大夏天感到一阵寒意 我在想 如果我真的和诚涵结婚了 那我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不会真的像电视里演的那样 我握住方向盘的手微微发紧 诚涵见我一直没有回应他 脸色也沉了下去 漫漫 昨天你发的朋友圈 我妈已经看见了 我给他解释了一晚上 说你是开玩笑发的 今天你记得给他打个电话 自己再解释 还有你那只猫 我们马上结婚就会有孩子 养猫不太适合 你还是找个机会把猫送走吧 听到这 我实在忍无可忍 一脚刹车停在了路边 诚涵被吓了一跳 我深吸一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 面露微笑地转头看他 诚涵 嗯 我一直想问 你到底哪来那么大的脸 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 能和我的猫相比 诚涵脸仗成了猪肝色 他立声质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分手 你要为了一只猫和我分手 诚涵瞪大了眼睛 眼底写满了震惊与疑惑 我跟你说的都是好话 你知不知道网上 我知道 这次话我打断他 我把手机拿出来 调到他发的那个帖子的页面 我都看完了 大家说得很对 骂得也挺狠 把我这个恋爱脑都给骂醒了 如他们所说 我的确不适合和你谈恋爱结婚 诚涵自从看到那个帖子 肉眼可见的慌了 他手忙脚乱的解释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昨晚只是太过生气 还想找个发泄的出口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始终记得 永远不要把时间 情绪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 爱你时 我可以不顾一切的付出 不爱时 我也可以果断离开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 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五 一段感情的开始 需要两个人同意 分开却不用 自从我单方面决定分手后 我就彻底把自己变成了单身 但诚涵显然没有 他还是换招法的来找我 认为我还是在生他的气 话里话外 都是要我别闹了 我没有理会他 平时我认真工作 下了班就和闺蜜吃吃饭 逛逛街 晚上回到家 陪着钢筋玩一会儿 这日子 可比和诚涵在一起过得好多了 我不用去考虑他的情绪 我只需要取悦自己 诚涵他妈 大概知道了 我和诚涵分手的消息 给我发来十几条信息 先是把诚涵说了一通 骂他不应该朝我发脾气 然后话锋一转 说我也应该改改性子 小顾啊 阿姨是过来人 女孩子摆架子 很正常 但也要有个度 别最后真玩砸了 可就不好了 我们家诚涵人品好 还在这么大的城市有房子 多少姑娘都上赶着追他呢 也就是他一门心思扑在你身上 我只当他是放屁 我这才发现 当撤下那层滤镜后 诚涵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后面一段日子 诚涵没再找我 我以为事情到这就结束了 没想到某天下班回到家 原本每天都会在门口 等我的钢筋却不见了 开始我以为他在房间 直到我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找到他 我们的家的密码 只有我爸妈和诚涵有 一定是诚涵带走了钢筋 查看过监控后 发现果然是诚涵 他特意找我上班的时间 带了个蛇皮袋子上门抓猫 动物的世界没有人类那么复杂 可怜的钢筋 对诚涵丝毫没设防 甚至还主动跑过来 拿头蹭诚涵的手 下一秒就被诚涵套进袋子抓走了 探完监控 我立马给诚涵打去电话 钢筋在哪 诚涵语气十分无所谓 我带走了 我急得连声音都在微微颤抖 他在哪 你快给我还回来 他刚刚得过尿壁 要是在受刺激 很有可能会复发 你别和我吵 你的猫我送人了 这东西养起来太费钱 我们俩不适合养 你放心 我给他找了好主人 诚涵一副为我好的样子 全然不顾钢筋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我只恨自己现在 不能把手伸进电话里 甩他两个耳光 无论我怎么追问 诚涵都是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反正就是不愿意把猫还给我 最后还挂断了我的电话 我也懒得和他废话 反手拨打了110 喂 警察同志 我要报警 有人入室行窃 偷走了我的猫 价值20万 6 警察来我家取证时 正好碰上爸妈过来看钢筋 爸妈还以为我家真的遭了贼 我只好跟他们简单说了一下 事情经过 得知钢筋被程涵抓走 爸妈急得不行 说什么也要和我一起去找程涵 让他把钢筋还回来 我没办法 只能嘱咐他们去可以 但只能待在车上等我 这是我和程涵之间的事 只能由我们俩解决 派出所里 程涵已经到了 还有他妈也跟着 两人都搭了这个脸 我一只脚刚迈进门 程涵立马冲了上来 被警察眼疾手快拦住 他冲着我吼 顾曼 你又没有搞错 我可是你男朋友 你现在竟然为了一只猫 把我抓起来 我没搭理他 表示让警察按程序办事 警察开始简单询问 但程涵却露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死活不承认是他偷走了猫 警察同志 我女朋友养的这只猫可疲了 说不定是自己跑出去玩了呢 可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把什么锅都往我身上推 我面无表情 从手机里掉出那段监控视频 上面显示的清清楚楚 程涵开门 抓猫 走人一气呵成 这很明显是一场有预谋的作案 警察向程涵投去林立的目光 用手敲了敲桌子 程先生 你还是早点把人家的猫还回来 别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程涵没想到我还在家庄的监控 脸色终于有了一丝慌乱 程涵他妈健壮 开始在旁边对着警察们打人场 笑道 警察同志 我们就是点家庭矛盾 他们小两口马上要结婚 接着就要备孕 家里养猫猫狗狗怎么行 我儿子就把猫送人了 就这么点小事 怎么还惊动警察呢 哼 什么狗屁家庭矛盾 我女儿已经和你儿子分手了 你儿子私自上门 带走我女儿的猫 这就叫偷 我爸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 面对程涵他妈的避重就轻 我爸直接对了回去 程涵看见我爸妈后 立马转换了脸色 说 叔叔 阿姨 你们怎么来了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慢慢就是和我闹闹脾气 我把猫送走 也是为了他好 我妈不耐烦地摆摆手 生气地说 别和我扯心没用的 我以前还觉得 你人品不错 是个可以托付的对象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钢筋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你哪来的资格说 送人就送人 我妈以前可是很重义 程涵这个准女婿 但今天这话说的却毫不客气 程涵彻底愣了 气 她可能不知道 我爸妈对钢筋爱意 一点也不比我的少 钢筋是之不偶 我母年前花了两万二 从宠物店带回来的 自从养了她后 我在家里的地位便一落千丈 爸妈天天都围着钢筋好闺女 乖宰宰地叫 还十分不满地表示 要给钢筋换个名字 我爸抱着钢筋满眼宠溺 转过头白了我一眼 哪有女孩子叫钢筋的 要我看就改成妞妞 仙女 哪个不比钢筋好听 我开玩笑地告诉他们 贱名才好养活呢 我爸直呼我这是歪理携说 早知道当初我和你妈 就应该挺起名叫顾水泥 我工作搬出来住后 他们隔三差五都过来看探钢筋 钢筋虽然只是一只猫 但这么多年来 在我和爸妈心中 他早已经是 我们家不可缺少的一分子 是亲人一样的存在 程寒这样做 是在挑战我们全家人的底线 程寒他妈见自己儿子 在我爸妈这落了下风 立马跳起来替他说话 你们凭什么说我儿子 你不看看自己怎么养的女儿 就他这样花钱如流水似的 放在我们那儿都嫁不出去 我妈倒也不生气 悠悠地说 我女儿花钱如流水怎么了 我和我家老顾 这么多年辛苦打拼 就是为了给她一个好的生活 还有 能嫁人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吗 程寒他妈没想到 我妈会这么说 还有一些日常开销发票 这些足以证明 钢筋现在的身价 早就超过了立案标准 不知道多少倍 看着账单上密密麻麻的数字 程寒他妈也慌了 在他的认知里 猫是用来抓老鼠的 每天只用吃剩饭 偶尔给一块鱼骨头 就已经算是改善伙食了 他拉着程寒的衣袖 小声说了句什么 程寒脸色红白交加 他咬着牙问我 有必要吗 我点点头明确告诉程寒 要是不把钢筋还回来 他就等着吃烙饭吧 顾曼 你会后悔的 爸 警察说 我和程寒关系复杂 如果我真想要回自己的猫的话 还是尽量调解为好 但不管我怎么说 程寒都不愿意告诉我 钢筋现在到底身在何处 被他送给了谁 最后还是在警察的再三询问下 他终于承认 猫不是送人 而是被卖了 同事最近有个投资的项目 稳赚不赔 但我手上还差点钱 正好我女朋友不能养猫 我就想着把猫卖了换钱 这也不能怪我 顾曼家里条件本来就比我们家好 我要是再不想办法多弄点钱 怎么娶他 我都被程寒气笑了 不要脸的人 什么时候都能把锅甩给别人 且不说他和我在一起这三年 我从来没有在意过他的家庭条件 就说我爸妈 哪一次和程寒见面 不是对他慢声细语的 我妈在私下还说过 只要程寒对我好 彩礼那些走个过场就行 他家庭条件是不好 但这也不是我造成的 怎么最后还变成我的错了 警察一脸严肃地教育他 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 你有什么资格私自处置 别说你们的关系只是男女朋友了 就是夫妻也不行 我们劝你还是把顾女士的猫交出来 不然他完全可以去法院起诉你 程寒现在事业正式上升期 我赌他不会冒着这个险 因为这件事自毁前程 他咬牙切齿 狠狠瞪了我一眼 最后打了个电话 说猫不卖了 自己把钱退给他 对方把猫还回来 听到钢筋的消息 我的心也提了起来 但对方似乎不打算退猫 程寒面色赤红 最后没办法说道 我把钱退给你 成交 猫没卖成还倒贴两千 程寒估计心都在底写 就 买钢筋的是个身高一米八的花壁大哥 钢筋就那样慵懒地圈在花壁大哥怀里 那画面既怪异又和谐 花壁大哥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某鱼上买只猫 最后竟然闹到了派出所 弄清楚事情缘由后 花壁大哥不屑地垂眸看了程寒一眼 真丢大老爷们的脸 你女朋友和猫遇上你这种人也够倒霉的 程寒在花壁大哥面前 被衬托得跟个小鸡崽子似的 不敢说话 我小心翼翼从花壁大哥手上接过钢筋 他熟忍地凑过来蹭我的下巴 爸妈看到钢筋视而复得 也彻底松了口气 临走时 花壁大哥一步三回头 对着钢筋那叫一个泪眼连连 钢筋对着花壁大哥也喵喵喵地叫 我朝着花壁大哥不好意思地笑笑 接着轻轻敲了敲钢筋的头 小生说 你咋还不长记性 哪天被人卖了都得替别人数钱 我想这次回去后 很有必要对钢筋进行一次安全教育 爸妈先去车上等我 我和程涵签了和解书 从此之后 我和他再没有半点关系 吃一欠掌一掷 回家后我立马换了密码锁 半夜 门外传来一阵机械报警音 密码验证失败 他好像喝了不少酒 说话颠三倒四的 发现我换了密码后 程涵颠了 先是发泄式地劈了两脚门 但门实在太过坚硬 他只好冲着门内大吼 三年的感情 说分手就分手 你也太绝情了 我这么爱你 为了你 我留在这工作买房 每天累死累活是为了谁 我又没有做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你凭什么为了只猫说分手啊 我抱着钢筋瑟瑟发抖 听得他在门外说爱我 脑子里不受控制地 想起了平时上网冲浪刷到的杀气案 我立马给物业打了电话 说自己门口有个酒鬼在发疯 很有可能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 让他们多带点人上来 过了一会儿 物业带着保安上来了 门外响起一阵叫骂声 推嗓声 听声音 丞寒应该是被架着走了 顾曼 你等着 你会后悔的 到时候 你别跪着回来 求我原谅 我拍拍胸脯 顺了顺气 这话那天在派出所 丞寒也说过 当时我只觉得他是在放狠话 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很快 我就真的后悔了 十 自从和丞寒分手后 我就一头扎进了工作里 领导惊讶于我的努力 在开会时 欣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顾曼 最近表现很不错呀 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我醒来时 领导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 看着我还有些心有余悸 他促瞎道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是加班过劳心狗 没想到是怀孕了 真是恭喜恭喜呀 到时候 婚嫁我给你多批两天哈 我 我还来不及解释 领导就带着一副 都是过来人 我懂得表情离开了 看着B超单上宫内早孕 约七周左右的字样 我人傻了 我在脑海里 迅速整理消化自己怀孕的事实 首先 我得弄清楚一个问题 孩子是怎么来的 人生的各项大事应该按部就班 一步不来 我和程寒的关系 还不足以支撑我去孕育一个生命 电光石火间 我想起了程寒说过的话 他买来的自信觉得 我一定会去回头找他 除非我有了不能不和他结婚的理由 我的生理期 程寒一直记得很清楚 就连卫生巾也是他提前给我准备好的 而我生理期一向很准 他完全可以推测出我的排卵期 从而让我怀上孩子 这样我就离不开他了 可怕 真的太可怕了 十一 我怀孕的是只抱不住火 爸妈还是知道了 我妈不同样的骂了程寒半小时 我爸则是坐在沙发上一个劲的叹气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发泄完后 我妈观察着我的神色 小心翼翼的问 见我低着头没有说话 他和我爸互换了一个眼神 开口道 其实如果你不想打掉的话 咱们家也养得起 就当他爸死了 妈 我打断我妈想要去赴刘子的幻想 认真道 程寒一家是什么德性 你们也看见了 他既然能使手段让我怀孕 足以证明他品行卑劣 如果我生下这个孩子 以后才是无穷无尽的火患 我妈思考了一会儿 缓缓说 是妈想得太简单了 爸妈尊重你的决定 全家人意见一致后 我妈给我约了后天的手术 手术是全麻 我虽然有点害怕 但也挺了过来 醒来后只觉得小腹空落落的 好像丢失了什么 手术后的第三天 程寒带着他妈找了过来 他是从我同事那得知的消息 一进门 他就激动地握住了我的手 眼含热泪 漫漫 我们有孩子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默默抽回自己的手 程寒尴尬一笑 你看你 都是要当妈的人了 还在生气呢 我面无表情 正正盯着他 问出了这几天 一直困扰我的疑问 我是怎么怀孕的 他叹了口气 软了声调 我们那两个月用的 都被我戳了洞 我是太想和你结婚了 漫漫 程寒深情的样子 让我想吐 他妈在旁边养着头 不屑地说 都怀孕了 还拿桥呢 赶快让你爸妈准备嫁妆吧 记得要陪嫁一套房 最好是那个什么大秘书 这样我们一家子 都能住得下 程寒不耐地打断他 哎呀 妈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哟 你还不耐烦上了 当初要不是我教你 你能这么快当爸爸吗 到今天为止 我算是领教到了 程寒的卑鄙无耻 十二 看着这两母子 还沉浸在幻想中 我毫不留情地 戳碎了他们的美梦 要孩子是吗 想和我结婚是吗 还想让我陪家车子 和房子是吗 对不起 孩子我已经打掉了 程寒沉默了半赏 挤出一次笑容 你骗我的吧 你骗我的 对不对 直到我把手术记录拿给他 他不得不信 程寒捏着纸张 指尖泛白 这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舍得打掉他 那一刻 程寒眼里的心疼 不是装的 我想 在这三年里 他也许真的有爱过我 也真的想和我好好在一起 我又何尝不是 可惜他对我的感情里 增添了太多杂志 现在的他 只会让我觉得恶心 于是我回答 因为你不配当我孩子的父亲 程寒他妈拍着大腿 边哭边唱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 这么狠心的女人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杀 你还我的大孙子 爸妈正好来给我送鸡汤 刚好看到这荒唐的一幕 当场叫了保安 把他们赶了出去 13 后来程寒又来找了我几次 连我的面都没见到 就被保安架了出去 他换了各种号码 给我发散回短信 说自己都是被他妈蛊惑了 想要用孩子牵绊住我 卖钢筋是他不对 也是他妈逼的 先拿猫试探我的底线 进而一步步控制我 他说他再也不会这样了 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把上述言论统统称为 鳄鱼的眼泪 又过了不久 听说程寒被他们公司起诉了 他被杀猪盘骗了500多万 其中还有很多是挪用公款 这下 举全家之力买的房子 也要被卖掉还债 自己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程寒他爸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就为了替儿子堵住窟窿 减轻惩罚 可最终 程寒还是被判了6年 青年才俊原本有大好前程 却因为一步踏错 步步错 听说程寒他妈在法庭上 几乎哭瞎了一双眼 大喊着是有人陷害程寒 对此我想说 如果程寒能抵制诱惑 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闺蜜在电话那头激情开卖 真不知道程寒怎么想的 胆子也太大了 那可是500多万啊 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静静听着 闺蜜说了一会儿欲言又止 这事儿和你 我看了看 正在翻着肚皮球摸的钢筋 平静地说 杀猪盘的项目 是他求着别人要入股的 钱是他自愿借的 公款也没人按着他的手挪用 每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都是他自己选择 从始至终都不关别人的事 要怪只能怪他自己 他对我做的那些事 如今也算是报应 闺蜜深以为然 我一边说 一边在电脑上 删除了几段聊天记录 最后想想 干脆连好友一起删除了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亲手把自己推入深渊的 是程寒自己 聊到最后 闺蜜突然黑黑笑了起来 老实交代 你和那个花壁大哥 到底怎么样啊 14 说来也巧 某天我带钢筋去复查的时候 正巧遇上了花壁大哥 带着他的猫正在打疫苗 小猫疫苗本上姓名那一栏 赫然写着水泥 就 巧巧他妈给巧巧开门 巧到家了 花壁大哥名叫江兰 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小区 所以当时程寒才能那么快和他交易 江兰告诉我 当时程寒说我怀孕了 不得不忍痛卖掉钢筋 如果没人买的话 那他只能把钢筋送给乡下亲戚 江兰见钢筋可怜 于是花两万块钱买下了他 谁知道他们之间的缘分 只有短短不到一天 你那个男朋友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我才在电话里载了他两刀 我提醒他是前男友 后来每次我带钢筋出去玩 都能遇到江兰带着水泥 江兰总会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 惊喜地对我说 好巧啊 久而久之 钢筋和水泥成了好朋友 我和江兰也互换了联系方式 我不是那么迟钝的人 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巧合 所有的巧合都是蓄谋已久 闺蜜担心 我这个恋爱脑一招被蛇咬十年怕惊胜 又开始操心起我的终身大事起来 我不知道未来和江兰会发展到哪一步 但就像现在一样 春色正好 钢筋和水泥在草地上扑蝴蝶 我和江兰在旁边笑 这样就很好